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而在娱乐圈里,这里的问题是最常见的,娱乐圈是反映现实的一个圈,外表光鲜亮丽,然而里边却是杂乱不堪,人人都渴望情比金尖的爱情,当年胡哥跟薛佳宁的爱情也是令无数人向往。 2006年,胡哥发生了车祸,导致右脸严重受伤,而薛佳宁在得知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放下了工作,开始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也是因为照顾胡哥,薛佳宁错过了事业发展的巅峰,两人一同度过最艰难的时光,可尽心尽力的照顾了胡哥两年后,这段感情无疾而终,薛佳宁已因此单出了娱乐圈,同感共苦精力了,却因为家庭方面无法倒白头, 不过生活就是这样,有舍有得,在娱乐圈这样共同患难的明星夫妻,还有很多,董杰夫妇,刘涛王柯,张吉谢娜,但是最令我感动的是,草原叶英德德玛跟她丈夫的故事,而最重要的是,这个丈夫是德德玛的二婚丈夫,在她重病瘫痪床上的时候,是她不离不弃陪伴她二十多年,今天就带大家了解德德玛背后的故事, 她的家乡是在内蒙古的大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她的舞台,最有喜欢唱歌,所以在她十五岁呢,就进入异小学习,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考驻中国音乐学院,能够擅舞的德德玛因表现优异被人关注, 所以1978年,德德玛凭借着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爆红 在那以后,各种商演都找上德德玛,还在79年参加了北京举办的,建国三十周年的文艺演出, 整整八场,每一场都会演唱这首歌,毋庸置疑,那个时候德德玛的事业是巅峰时期,她的名字也被无数人熟知, 她的歌声融合了蒙古长调和西洋艺术的韵味,从而让她在舞台上有着独特的魅力, 然而,她前半生事业一帆风顺,爱情却是一塌糊涂,在德德玛25岁的时候,她认识了团里的演员, 两人一见钟情,后结婚,在婚后,德德玛还为她生下了两个孩子, 虽然生活平淡,但是幸福,本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过下去,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生活时间长了之后,两人的性格和生活理念, 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经常吵架, 无奈最后只能分手,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去到了北京生活, 本来她就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所以坚持要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在她看来,这一切困难,她都能坚持过去, 那段时间她一边演出,一边照顾两个小儿子, 因为没人帮她照顾两个孩子,所以不管她去哪儿演出,都会带着孩子, 她台上表演,儿子们就在排练厅睡觉, 饿了就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有的时候,德德玛演出之后回来, 看到儿子们这样,心里别提都难过了, 但是却无能为力,她甚至在想, 要是有个男人能帮我分担一下就好了, 可也只是想想,因为自己带着两个儿子, 怕别人觉得负担重,这样一边演出一边照顾孩子的日子, 整整持续了很长时间, 她的辛苦,上天都看在眼里, 所以在83年的时候,送了一个好男人到她身边, 这个人叫做拉西尼玛,是一个团里的歌舞编导, 在德德玛刚出现的时候, 她就关注到了她,看着她带两个孩子, 拉西尼玛不但不觉得是负担,反而是心疼她, 虽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但是拉西尼玛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相比于她,还是很懂德德玛的累的, 所以她想替她分担辛苦, 而那个时候,德德玛对拉西尼玛的音响也很好, 所以德德玛就直说, 你跟我在一起,生活不轻松, 然而拉西尼玛却不介意, 1984年,两人终成眷属, 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四个人组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家庭, 德德玛的孩子毕竟也不小了, 突然多出了个父亲,心里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当两人在婚后, 拉西尼玛的生活就不再平静, 德德玛的儿子对她极其的抵触, 每天都能看见烂裤子和鞋子里的图钉, 面对这一切的作弄, 拉西尼玛从来不生气, 反而说,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 简单的一句话, 让德德玛的心甜蜜蜜的, 毕竟她不曾想过, 离婚后还有人愿意爱她, 这一刻她是感动的, 所以为了能够让儿子们尽快地减少拉西尼玛, 她在中间调和, 不断地说着拉西尼玛的好, 再加上拉西尼玛的态度确实不错, 两个儿子对这个继父的抵触也少了, 生活也算是归于了平静, 毕竟不用每天再担心鞋子里有没有钉子, 有了拉西尼玛后, 德德玛也能专注于工作, 所以那段时间, 德德玛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每天演出不断, 不过也正是因为高强度的演出, 导致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98年的时候, 德德玛去了日本演出, 在舞台表演的还是那首火遍大江南北的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然而正当她在舞台上唱的时候, 突然觉得舌头不利索僵硬了, 右手还一直往下滑, 她只能左手拖着演唱, 一直坚持到歌曲唱完, 到了后台后的她, 直接晕倒不省人事, 后来诊断是突发脑衣血, 导致半身瘫痪已经不能行动, 原来那段时间, 德德玛身体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高强度的工作导致她精神压力大, 所以才会有舞台上的一幕, 直到德德玛瘫痪后, 丈夫拉西尼玛赶紧跑到日本, 陪着德德玛治疗, 在治疗期间, 丈夫一刻也不离开她, 为了帮助她恢复身体, 丈夫让她练习抓黄洞, 是特别痛苦的, 疼得她眼泪一直流, 但是丈夫一刻也不让她休息, 一直到她能抓起好几百个, 脚没有行动力, 拉西尼玛带着她爬楼梯, 德德玛不想爬丈夫就说她, 让她必须爬, 那个时候德德玛心里委屈得很, 自己都成这样了还被骂, 可她心里也清楚得很, 拉西尼玛做的都是为她好的, 不但如此, 拉西尼玛为了能够促进德德玛血液循环, 每天再苦再累, 都会为她精细按摩, 丈夫的不离不弃, 让德德玛有了前所未有的动力, 所以在恢复了一年半的时候, 德德玛就差不多能动了, 就连医生都感觉神奇,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后, 德德玛就重新站上了舞台, 舞台上的她, 依旧是光鲜亮丽的, 依旧是自信多彩的, 而她能有今天, 离不开丈夫的不离不弃, 而降阳卓玛作为德德玛最喜欢的歌手, 在德德玛病重期间, 也看望过德德玛, 不过对于德德玛降阳卓玛是比较抱歉的, 因为德德玛出事之前, 邀请过降阳卓玛做嘉宾, 一开始降阳卓玛答应了, 但是因为不对的原因, 导致降阳卓玛没有去, 而且很长时间没有联系德德玛老师, 所以深感抱歉, 这件事情也一直成为了降阳卓玛心中的坎, 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中, 江阳卓玛会跟德德玛道歉,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歌手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